- 大家好 我是胡板娘 今天又我來開場 那我們今天要出外景囉 據說跟偽出國一樣的美麗 好像到日本一樣 那到底有多美呢 跟著我一起走 出發 停車場到北厚寺 要走三分鐘 沿路上的美景 哇 本來想找個地方帶大家在戶外煮咖啡 那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口罩都不能脫下來 我們決定我們還是回去再幫大家煮咖啡吧 回家煮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咖啡莊園了 因為在自己家裡面 所以我們不用戴口罩了 剛剛在北厚寺那邊 因為畢竟是戶外公共場所 目前在疫情期間 所以我們今天就回到我們的莊園來煮咖啡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這個濾杯 是一顆客氣客氣的菊長樂 我覺得這個配色跟這個風格跟剛剛的北厚寺有異曲同工之妙 好那我們在沖煮之前呢 我們就一樣 因為今天是在戶外 所以我們就用手搖磨豆機 那我們今天用的這個菊長樂呢 它是屬於流速是很均衡的 它的肋骨是從頭到尾的 都是貫穿的 所以它的流速不會有特別大的落差 就是前段後段 前中後段 不太會有太大的落差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樣子的呈現 那我們今天來煮的是藝劑 而且是1931年的古老品種 就是非洲的藝劑 那我們就慢慢的注水 因為在戶外其實你可以不用那麼精準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準備秤 在戶外 那就來沖個驚喜的風味吧 那我剛剛用的粉其實蠻多的 我應該用到20克了 所以我打算 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大杯子 所以我就煮一個比較濃的咖啡 再來兌水 好啊 那這一顆菊長樂呢 它的流速是很均勻的 所以你看它的下水是很穩定的下水 不快不慢這樣 不急不徐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它的充足的掉性啊 流的速度啊 跟它的外觀外型整個都很有禪意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煮咖啡啊 我們今天用的這種手法就是煮出一個比較濃的粉水筆 大概在1-10左右 那比較濃的粉水筆之後 比較濃的咖啡液呢 我們倒進杯子裡以後 再兌水 再加入 也許是加入 加到1-15或是1-16 甚至再更淡一點點 那因為我們煮的是很濃的 那所以大部分的這些雜味色味苦味 它還來不及釋放出來 它就已經煮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很濃的咖啡 大部分都是好的味道居多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再加水把它沖淡 它就會是好的味道變淡 這樣 就會是一杯很有層次的好咖啡 啊很好喝耶 我覺得很好喝耶 你喝喝看 我覺得有太陽的味道 哦 你是說陽光的風味嗎 對對對 陽光風味 陽光男孩給你喝 嗯 我覺得很好耶 再來一點 這咖啡就是 它不見得一定要非常的 非常的完美 也不用非常的精準 生活當中的一部分嘛 所以它只要是符合你的心境 然後你喝了覺得開心 就好啦 對不對 沒錯 哈哈 還是可以回想剛剛的美好 嗯 對啊 菊長樂 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不錯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拍到這邊 那大家喜歡這樣子的系列嗎 我們之後會 在疫情現在比較趨緩了 那所以我們開始會 回到我們原本的生活方式 在戶外煮咖啡 然後到各個地方去 去走走看看 那想要把這樣子的風光啊 美景啊 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 好的咖啡器材 好的咖啡這樣子 那 我是胡老闆 我是胡老闆娘 我們就下回再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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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人 我是胡老闆娘